好,各位同學,那我們今天要稍微補充一個概念 就是關於我們身體的各部位 它的動脈以及靜脈裡面的一些成分的比較 好,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一般的組織呢 同學,一般的組織指的是你的腦啊 這些像肌肉啊,神經 這些組織有什麼樣的特點? 他們都會怎麼樣? 分泌被物 因為他們是你們 他們這些組織是我們身體最重要的部位 他們通常都會消耗很多的什麼? 能量 它要產生很多能量 比方說你的肌肉跟運動 運動要氧氣,而且要怎麼樣? 消耗什麼? 消耗你的食物 所以會產生很多什麼? 二氧化氧跟廢物 那我們來看一下 請問他的氧氣動脈多還是靜脈多? 動脈 因為動脈是要供應給他對不對? 動脈是供應他對不對? 所以動脈的氧氣要大於什麼? 靜脈 所以寫動、大乳劑 動、大乳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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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請問二氧化氧誰比較多呢? 動脈 靜脈 它消耗完就產生很多二氧化氧 所以氧氣跟二氧化氧 動脈 靜脈 二氧化氧誰比較多? 靜脈 靜脈 不是動脈消耗嗎? 動脈只是把氧氣傳 運送過來,知道嗎? 運送過來,然後他不是會給他嗎? 交換之後 所以幫他把什麼東西帶走? 二氧化氧 所以最後靜脈就是二氧化氧比較多 所以二氧化氧是靜脈,代為什麼? 動脈 可以嗎?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地告訴我 動脈是沖氧血還是氣氧? 沖氧血 靜脈是什麼? 缺氧血 沖氧血的意思就是氧氣比較多 對不對? 缺氧血的目的就是所謂的二氧化氧比較多 才叫缺氧氣 好 那麼請問養分誰比較多呢? 動脈還是靜脈? 動脈 對,因為你就想組織需要什麼 所以動脈就要供應什麼 那當然中間這邊叫做微血管 對不對 好,所以這邊是 養分也是一樣是動脈大於什麼? 靜脈 大於 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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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肺物呢? 靜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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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肺? 我沒事 好,這樣有什麼問題? 沒有 一般的組織,可以喔 可是肺到相反 肺的話是什麼東西跑出去? 養分 養分 跑出去 沒有 這邊 肺到是一個負責氣體交換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呢 基本上跑出去的應該是什麼? 我們呼出去的是什麼? 養分 養分 那吸盡還是什麼? 養氣 養氣 所以好,養氣動脈比較多 靜脈比較多 動脈 養氣是靜脈 因為我們這些不要的缺氧血要送到肺去把它排掉對不對? 所以其實呢 這邊的氧氣是誰比較多? 靜脈 靜脈比較多 因為已經吸收了新鮮的氧氣啊 所以 從肺泡之後就會變成沖氧血 本來是缺氧血又變成沖氧血 沖氧血 我們說這是發生在什麼循環? 被循環 對不對? 所以這邊呢應該是 氧氣的話應該是靜脈大於什麼呢? 大於動脈 大於動脈 所以體循環是 體循環是 體循環是這個 然後肺循環是 體循環就是沖氧血會變成什麼血? 缺氧血 缺氧血 那肺循環就是缺氧血變成什麼 缺氧血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體循環 這就是肺循環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只是複習一次 那二氧化痕誰比較多呢? 二氧化痕是 動脈大於什麼? 靜脈 對 因為這邊講的動脈是什麼動脈? 其實是肺動脈 對不對? 那這邊是靜脈是什麼? 什麼靜脈? 肺循環 肺循環 對不對? 所以其實肺動脈是缺氧血對不對? 好 因為它把血換成充滿氧氣 好 所以 為什麼要想說動脈有多? 因為 因為它是肺循環 它已經跑完組織了 對 它已經跑完組織了 因為這個最後要連到這邊來 這些靜脈的血 不是缺氧血嗎? 它不能再繼續在身體裡面流 它要送去哪裡把它變成充滿血? 肺動脈 送到肺脹去 因為肺才會有氧氣 所以把這些二氧化痕拿到這邊去把它排掉 所以 它會這樣再回到 右心房 再來右心室 再來是肺動脈 肺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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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走 左心房 左心房 對 左心房 肺循環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所謂的主動脈來的血 這邊是什麼呢? 大靜脈 大靜脈的血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兩個循環有沒有關係呢? 有 他們是有先後的訊息 好 那麼呢 這邊比較不知道什麼 養恨跟肺循怎麼同 同學 因為肺脹 基本上它的功能就是 幫你把這個 把這個部分怎麼樣 做交換 對不對 可是這個部分 呃 因為 肺 肺泡細胞本身也要氧氣 也要氧憤 也會排放到氧化痰跟肺循 所以呢 其實 大部分來說呢 養分也會被消耗掉 所以這邊會跟隔壁什麼樣? 一樣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 是 動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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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跟旁邊一樣 可以嗎? 我就不寫了 跟隔壁一樣 好 那到目前為止什麼問題呢? 應該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再來看小腸龍脈 為什麼小腸要特別拿出來講呢? 因為他要 他會做什麼事? 吸收養症 吸收養症 小腸是一個吸收養症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經過小腸龍脈之後 養症反而會變 變 變多 變多 像這個被套是做什麼用? 他的功能是交換器品對不對? 對 那一般的組織會怎樣? 會消耗養分 對不對? 會消耗 消耗能量 因為他們要工作要消耗能量 好 所以呢 小腸龍脈 基本上 他的氧氣也是什麼比較多? 動脈 他都是跟一般組織都是一樣 只有跟東西例外 是他的東西例外 養分 養分 養分的地方是例外 知道嗎? 所以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 他的氧氣也是怎麼樣? 動脈大於什麼? 靜脈 大於靜脈 這跟一般組織都一樣 因為他要消耗氧氣 而且會產生什麼? 二氧化脈 二氧化脈 二氧化脈也是靜脈 你大概是什麼? 動脈 動脈 但問題是 雖然動脈養分比較多 靜脈比較少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這邊 他還會吸收額外的什麼? 養分 養分 養分會從外面跑進來對不對? 所以 雖然這個細胞會消耗一些 可是因為他吸收得更怎麼樣? 更多 所以其實這邊反而是誰比較多呢? 靜脈 靜脈會大於什麼? 動脈 這邊很特別就是 他的靜脈大於動脈的喔 靜脈的養分反而比動脈多 因為呢 他是吸收養分的地方 可以嗎? 所以他的養分反而是靜脈比較多 那當然這個吸收 雖然可以吸收很多養分 但是廢物還是會產生對不對? 還是會產生很多廢物 所以呢 廢物還是一樣 也是靜脈比較多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 他的養分是比較多的 靜脈大於動脈 所以我剛剛講幾個跟人家不一樣齁 也就是說這是一般的情形 可是這是特別的情形 因為他在肺炮 他的氧氣跟人家相反 對不對? 那這邊是因為他在什麼? 小腸 所以他的養分跟人家不一樣 好 因為他在肺炮的地方 還是太多氣炮的地方 對 因為他是吸收養分的地方 所以吸收完之後 靜脈把養分還更多 就是養分會增高而已 其他都一樣 其他都跟一般的細胞一樣 那腎臟到什麼 我們還沒學到腎臟 不過腎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呼吸 不是 我們還沒學到 腎臟在第六章才會接到 腎臟會接輸尿管 輸尿管會接什麼? 糖光 糖光會接尿道 所以他做什麼用的? 尿尿 對 那為什麼要尿尿? 因為他要排下輸 對 把那些肺部排掉 這是我們尿尿 尿出來的東西黃黃 而且臭臭的對不對? 對 月經的話 月經不是屬於 月經是屬於子宮 我講的是腎臟 因為子宮跟子宮 子宮跟蘇軟管還有卵巢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泌尿系統 就是 不管男生女生都有腎臟 腎臟管管管或尿道 這是都有 所以腎臟壞掉就沒有出完 腎臟壞掉就要洗腎 有聽過? 血液透氣 對 血液透氣 就是你血液裡面很多髒東西 要把它過濾出來 好 所以我講一下腎臟功能 是過濾髒東西 過濾你的血液 洗腎的時間 要花半天的時間 好 我們之後會介紹 我實際講一下 腎臟是一個過濾血液 而且排血的地方 排除什麼? 肺物 對 它是一個專門把血液裡面的肺物排掉的地方 所以你尿出來的東西 黃黃 那些東西怎麼來的呢? 那些本來是細胞製造出來的垃圾 然後呢 你的腎臟會把它 就像說為什麼我們學校會有那個濾水器 它其實就是把那個 一般自來水裡面的那些髒東西都怎麼樣 過濾掉 然後讓你可以喝乾淨的水對不對 那那些髒東西就是從很大的自來水裡面把它拿出來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排出來的東西就是你不要 那腎臟也是一樣 像一台濾水器 它可以把髒東西怎麼樣? 過濾出來 所以乾淨的東西就會回到你腎臟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它可以排除廢物 那你猜猜看它什麼東西跟這樣不一樣 廢物的地方跟這樣不一樣 好 它也是一個很消耗 能量 養分 然後人量的地方 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構造就做聖小球 就是 它會把 動脈裡面的髒東西呢 會把它吸出來 所以呢 欸 這個 廢物就會怎麼樣? 跑出去 廢物就會從 血液裡面被抽出去 然後乾淨的血就會流出去 這樣知道嗎? 好 來那我們看一下 所以呢 第一個 它也是什麼樣? 氧氣也是什麼比較多? 動脈 動脈 其實都跟那個一般組織都一樣 動脈大的靜脈 靜脈 二氧化的靜脈大的什麼? 動脈 動脈 好 那那個養分也是動脈比較多 靜脈比較怎麼樣? 少 但唯一的例外是什麼呢? 廢物 因為它過濾完之後 血就變乾淨了對不對 所以反而靜脈的血是比動脈還要怎樣? 乾淨 因為它一過濾 就像那個管子通進去 然後那個有濾心嘛對不對? 你們加那個濾水器嘛 請問是自然水進去比較乾淨 還是流出來比較乾淨? 流出來喝的那個水比較乾淨嘛 那這樣東西就變它在裡面好 這樣讓它吸收了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靜脈的血反而比動脈還要怎樣? 還要乾淨 還要乾淨齁 所以廢物的話反而是動脈比較多 動脈比較雜 靜脈比較乾淨 好 所以呢 這個部分是它是跟它不一樣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基準值 那 這三個地方 它們的特點就是 一個是負責氣體交換 所以它的氧氣跟氧氣跟氧氣跟氧氣一樣 反過來 那這邊是吸收氧氧的地方 所以氧氧會特別多 靜脈特別多 那這邊是排除廢物的地方 所以它的靜脈會比較乾淨 這樣可以嗎? OK 所以這就是關於這個 比較難的問題的解答 好 幫我切一下 現在還是要肝沾 割下來 你是一個大問題嗎? 隨你會走